今天的话题是不是很反直觉? 这是一个极少有人察觉的真相, 热爱学习和喜欢读书正在断掉你的财路。 很多人读什么心理学、管理学、销售知识、财务知识、历史、人文、国际、政治, 看了好多书、笔记写了几大本,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,有钱的没几个? 是不是很奇怪,为啥你学了那么多还是没钱呢? 有人可能会举反例。 比方说那么多有钱人那么多大佬, 他们也喜欢学习怎么没断他们的财路? 为什么大佬越学习赚得越多? 接下来我想讲点真正的干货, 给大家解释下同样爱学习, 为什么你永远是这个老样子, 而大佬可以成为大佬? 你怎样才可以拓宽财路而不是断自己财路? 一、普通人和大佬最本质的区别, 是否有产品以及能否把产品卖出去变成钱? 是的, 无数大佬都热爱学习, 喜欢读书, 于是很多人以为大佬之所以成为大佬, 就是因为他们热爱学习, 而且这样的故事互联网上简直不要太多, 成为无数人激励自己阅读, 学习, 参加各种读书会之类的动力源泉, 据说华为的人老板出差前喜欢买一本书上飞机, 下飞机前就看完然后把书送给当地员工, 于敏洪的故事是上学期间得了重病, 休学一年并床上看了两三百本书, 张一鸣说当年学校在天津不在北京, 所以没那么多课外活动, 于是大二大三就看很多书特别是传记, 作为重度阅读者, 他有时候连报纸中缝的文字都不会放过, 而硅谷之火这本书点燃大学生雷军创业梦想的故事, 更在圈子里广为流传, 热爱学习好不好当然很好, 但是为啥你看了那么多书, 笔记做了几大本依然还是个普通人, 而大佬的学习为啥可以成就它, 让它变得越来越牛逼, 赚越来越多钱, 今天我来告诉你区别只有一个产品, 如果你不甘心做一个普通人, 希望未来变富成为大佬至少成为小佬中佬, 那么方式也只有一个产品, 普通人没有产品要去社会上交换价值, 你能出售的只有你自己的时间, 也就是去公司打工, 注意,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, 其实你自己也是一种产品, 俗称工具人, 但是因为你只能出售自己的时间, 而你的时间不可复制, 于是你的买家就只能有一个, 也就是你的老板, 你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, 薪水也许会因为技能经验各种原因上涨, 但本质上你依然是在出售时间, 出售你不可复制的时间, 有些职业竞争激烈, 需要的素质和技能非常稀缺, 比如公司高管和新骨干, 也有些职位属于后城发力, 随着经验增加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值钱, 比如律师, 医生, 培训讲师, 但本质上高管门律师们还是在出售时间, 哪怕他们可以请助理把非核心部分的工作剥离出来, 单独完成, 只要核心工作还需要他亲自来, 那他依然是在出售时间, 最多因为时间单价高一些, 所以稍微有钱一些罢了, 也就是说, 无论什么行业什么工作, 只要你还在出售不可复制的时间, 你就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钱人, 你必须拥有产品, 不管什么产品, 你得有才行, 当你拥有了一款产品, 你出售的就是产品, 而产品可以复制, 但高空调手机矿泉水, 可以复制, 复制成本高一些, 一首歌曲一部小说复制成本等于零, 这个时候你可以不再把时间出售给仅仅老板一个人了, 不再花时间到具体技能上, 比如敲代码, 比如写方案, 比如画图, 你的时间只花在两件事上, 第一是获得一个产品, 第二是把产品卖出去变成钱, 只有从这条路出发, 你才可能摆脱单纯的出售一份时间的境地, 让产品出售很多份去赚钱, 最终让自己获得更多钱, 这才是普通人和大佬的最本质区别, 所有的大佬他们都有自己的产品, 像我刚才提到的几个人, 任正非的产品, 是全世界电信运营商都在用的基站, 路由器, 光纤, 乃至整个通信网络, 包括手机, 余敏红之前的产品是教培服务, 现在是东方甄选带货的农产品, 张一鸣的产品是抖音和今日头条这两个APP平台, 而雷军的大家都知道是手机和汽车, 大佬是如此, 你身边忽然一夜暴富的小老板们, 中老板们, 也是如此, 他们必然有自己的产品, 一个例外都不会有, 你看这些大佬小佬中佬, 他们看那么多书学了那么多技能, 都是在帮助他们自己干好上面这两件事, 获得产品, 卖出产品, 所以他们热爱学习, 因为学习可以帮他们多赚很多很多钱, 而你呢, 你看那么多书学那么多技能, 却是在帮你的老板获得更好的产品, 卖出更多产品, 让公司收入乘以5, 乘以10, 乘以100增长, 而你得到的仅仅是薪水涨个50%, 然后呢, 没有了, 学习好不好, 很好, 学习就像是在数字后面添灵, 学得越多, 汇得越多, 灵越多, 但是产品是那个一, 你没有一, 就只能给别人的一后面添灵, 别人把赚到的钱分很少一部分给你, 有没有产品才是本质区别, 有产品你才可能有未来, 没有产品你就永远是一个只能出售时间的普通人, 我猜这时候一堆人会跑出来说, 这不就是创业吗, 创业风险太大了, 不不不, 我没聊创业, 我只聊产品, 你不要去想什么创业不创业的, 不要给自己贴一个创业者的标签, 没必要, 你就关心两件事就好了, 我刚才说的, 一, 获得一个产品, 二, 把它卖出去, 二, 如何拥有赚钱且可以卖的产品, 不要问, 去做, 好, 接下来, 很显然你会问下面的问题, 那么, 如何拥有一款赚钱的产品呢? 我的答案是, 不要问, 去做, 注意我说的不是观察, 不是学习, 不是分析, 也不是征集, 而是, 去做, 因为99%的人观察, 学习, 分析, 征集之后得到的结论一定是, 这个A产品不行, 那个B产品不行, 还有这个C产品也不行, 爱, 我再找找吧, 你一个小白就不可能找到理想的产品, 就算找到, 也一定不会有你以为的那么理想那么赚钱, 因为你就是一个小白, 你没有辨别产品好坏的能力, 看这篇影片的80%的人, 没有辨别产品好坏的能力, 因为你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商业训练, 你只是一颗螺丝钉, 所以我说, 直接去做, 此刻的你可能觉得现在拥有哪一款产品, 这产品到底能不能赚钱, 很重要, 但是长远来看, 一点都不重要, 对一个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款产品的打工人来说, 手头有一款产品, 自己可以拿来卖比这款产品它是什么, 重要一万倍, 头一款产品就赚钱, 碰到了是运气, 没碰到也很正常, 好吧, 你又问了, 那如何拥有一个可以卖的产品呢? 如果你足够细心, 会发现我一直说的是拥有一款产品, 而不是制造, 是的, 你甚至无需自己制造产品, 你买下一款产品然后拿来卖, 或者成为某款产品的代理, 都行, 而且为了控制风险, 我更建议你一开始就不要自己制造产品, 比如开个咖啡店, 花店, 奶茶店, 这都是自杀, 你帮别人卖产品就行, 举个例子, 现在你就和上手机走下楼, 去到街边平时你最喜欢的甜品店, 对老板说, 我是我们公司的行政主管, 最近有几场重要会议的茶蟹需要很多甜品, 要新鲜的, 加你个微信, 回头我发地址和钱给你, 但是你送货的时候不要贴上真实价格, 可以吗? 你是不是公司的行政主管不重要, 重要的是, 你已经拥有一款可以卖的产品了, 就是这么简单, 我倒不是说非要去卖甜品, 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, 只有当你拥有这么个产品, 接下来你才可能开始去卖, 而当你开始卖, 你才真正踏入商业的大门, 因为把东西卖出去, 换成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, 这个时候你之前学习的心理学知识, 销售知识, 财务知识, 物流知识, 项目管理知识, 统统可以派上用场了, 而且这次你不再是为老板打工, 你是在为自己的产品工作, 你不再是出售单一份时间, 而是把你的甜品卖出去十份, 一百份甚至更多, 当然我知道这并不容易, 所以你为了卖好你的甜品, 不得不从真实的市场里拿到反馈, 去质疑分析重新架构你的商业模式, 你的销售话术, 你的资金统筹, 你的人员安排, 因为你手里有产品可以卖, 你就有机会去做一件件具体的事, 比如说服客户, 处理投诉, 比如调整价格, 修改包装, 你会遇到问题, 然后解决问题, 你会获得真正的手感和肉眼可见的成长, 而不是看书之后的一大本笔记, 一边卖产品, 一边你也会反思, 这款产品能不能发挥你的渠道特点, 你的人际关系, 你的任何优势, 这又会帮你去定位产品, 改良产品, 甚至更换产品, 直到有一天, 你遇到或者创造出可以帮你赚钱的那款产品, 你就开始赚钱了, 更重要的是, 这个时候, 你的认知和手感配得上你赚的这些钱, 好了, 让我们回到主题, 现在我来回答为什么我说热爱学习, 喜欢读书, 等于断自己的财路, 因为在错误的认知下, 如果你总以为学习可以让自己变得有钱, 你总在学习, 那么你本该拿来赚钱的时间, 也就是我刚才谈到的, 靠产品这条路径赚钱的时间, 就被浪费在学习上了, 所以你的问题并不是学得够不够多, 而是你做没做, 你赚钱的行动开始没有, 就像有人说的, 出来混, 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混, 而是你首先得出来, 赚钱最重要的不是怎么赚, 而是先问问自己, 你的产品是什么, 它在哪里?